在农业生产当中 我们利用保水剂超强的薪水和放水能力 不仅提高了作物的水分利用率 而且提高了作物的初苗率 增加了作物产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新型保水剂 从外观上看成了这种新型保水剂 这样的细颗粒状 而吸水以后又变成了这种凝胶状 那么它到底如何使用 能在哪些作物上使用 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湿瓣包衣 首先将保水剂均匀洒入定量水中 搅拌 带其形成凝胶状水分散体后 再将种子全部进入其中 充分混合均匀后 倒出摊量 等种子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包衣后即可播种 一般采用保水剂与种子与水 一比五十比二百的比例进行计量包衣 在拌种时 一般来说要求加一些微量元素 以促进苗期苗状和后期的抗病性 操作过程中专家特别提示 对有些作物它这个颗粒啊 种子颗粒比较小的这种种子了 就是把油剂和它拌合以后 就是拌合完了以后一定要加 加这个土 土量要加的十大 就是必须把那个种子都分散开 如果不分散开以后 它这个种子连在一起的话 就是播种以后可能显示啥 就是这个密度不经 有的地方很密 有的地方就不要试试 干拌包衣 操作前需要先将种子浸泡三小时以上 过滤后带其表皮无水滴 种子间无粘连时摊开 按保水剂与种子一比三十的比例 将保水剂均匀洒于种子表面 通过振动或揉搓 在种子表皮形成包衣涂层后 即可播种 混湿 混湿是将保水剂按每亩三公斤的用量 均匀洒于地表 进行播种前翻地 翻地深度为二十厘米左右 再进行后续种植 勾湿或炫湿 将保水剂的干颗粒按每亩两到三公斤 与细土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比例混合 直接湿入种植勾穴内 再进行后续种植 蘸根 将保水剂与水按一比二百的比例制成水凝胶 也可适当加土调成泥浆 保水剂与水与泥土的比例为一比三百比六十 然后将苗木根系连同母土完全进入水凝胶中占根 随占随栽 与肥料一同适用 将保水剂按每亩三到四公斤的用量 与肥料均匀混合后进行播种即可 以上介绍的是保水剂的使用方法 在使用过程中专家提示 保水剂的用量并不是越大越好 一定要掌握好它的用量和浓度 一定要掌握浓度 因为保水剂浓度浓度高了以后 就是特别在有些这个 湿得比较浅的情况下 它一吸水以后涨 涨的时候把土调表面就涨开裂 一涨裂了以后不但不保水 反而湿水 所以浓度是要求是必要上 一般现在我们推荐就是 按我们现在这一年实验结果 不要超过五公斤没目的 一般三公斤是比较合适的 此外在保水剂的选择和使用上 还与土壤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要根据当地的土壤条件 不同用途 不同作物类型 来选择保水剂的型号 综合考虑保水剂的颗粒大小 成分 吸水倍率 耐盐碱性等等因素 才能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 我们从保水剂的类型 我们一般来说 现在分的是 基本上是分两大类的 就是跟 主要是看图案条件 如果图案条件 就是说杀性土的 杀性就年龄含量比较低的 一般我们建议上 就是找着吸水倍率比较高的 这是一类型 像贫瘠酸钠为主的 另外一种就是 图案里面 钙贝利子含量比较高 年龄含量比较高的 我们一般是就是选择 贝利是贝利的适中 主要它的耐盐性 比较好的这类型 这类型一般就是 有些附配材料 配材料的保水剂 那么保水剂 究竟能在哪些作物上使用 其效果又如何呢 新型保水剂 目前在内蒙古自治区的 汉座农业区范围内 像小麦 玉米 葵花 骨子 胡萝卜 大豆 马铃薯 以及牧草上都能使用 从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效果来看 新型保水剂 具有提高作物出苗率和成活率 促进作物生长发育 增加作物产量等显著作用 试用保水剂能有效提高 零到二十厘米 耕作层的含水量 百分之二十以上 通过使用保水剂 可使小麦 玉米 葵花 马铃薯等 提早出苗一到三天 出苗率提高百分之十五以上 尤其是在土壤含水量较低的情况下 出苗率高于对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三 对于移栽作物而言 一般可提高幼苗成活率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缩短缓苗期五到七天 同时可使这些作物在同一生育期内 根系增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一 猪高 净粗 液面积等增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 其生理指标较对照均有显著增加 尤其是在干旱的条件下 保水剂的效果就更加明显 到了中后期从植株色泽上也表现得明显 我现在拿这个是没使用过保水剂的 做着其实是一样的 可以说它就现在是它是缺少水分死的阶段 这个呢是使用过保水剂的 现在让我这个样子还想到了 这个水的饱满超度就比这个苗血就 比这个没用过保水剂的苗血就不一样 那么保水剂的使用成本高不高呢 据研究人员介绍 保水剂的成本投入并不大 试用量是一亩地三公斤 每公斤大约是三十元钱的成本 试用一次能使用两到三年 这样的话一亩地一年的成本 也就是三十四十元钱 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农民朋友 避免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就是保水剂不是造水剂 它需要在灌溉和降雨充分的条件下使用 来保持水分 从而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